各位 為黃國興 來撐你們 要展報 補飯碗 補民生 各位 剛才建造業界 各位的代表 發言 痛心疾首 出自肺腑 句句 講出我們的人和的情況 各位 立法會 現在的情況 是垃圾得不如 是不是 是 因為 過去 莊嚴 文明 有罪的議事 已經 在立法會裏面 被那些垃圾議員 拉布議員 釘野議員 琴枱的議員 搗亂了 各位 前日 通過高鐵撥款 並未解決拉布 昨日 開了八個鐘頭會 八次休會 一事無成 沒有任何事 是談到 一百二十八億 八千項 的小型工程 本來 應當是何時要審批的 是上年六月 各位 是上年的六月 但結果 昨天 完全做不到事 他們說 所有這些撥款 無論大勢 都是大白杖 其實 他們才是大白殺 吃我們的血汗 浪費我們的錢 大家說 是不是 是 我們按議事規則 審議 他就說 我們是保紅黨 是議會暴力 各位 其實香港沒有 我們是保民黨 是不是 是 我們就是為了保大家的飯碗 我們就是為了保大家的利益 所以在立法會 我用過最重的議員 來指責他們 是出賣工人利益 是出賣港人利益 他們 收客金 犧牲我們 大家說 是不是 是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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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議員 阿議員 好多謝你們和我們站台 不過 我想在這裡抱歉說一句 因為我們今天 剛才 正如我們上來的朋友都說 我們不談論政治議題 我們只是希望 純粹說我們建造業 和我們社會民生議題 很抱歉 那如果有其他政治方面的 麻煩你一會兒再跟傳媒說 抱歉給我黃議員 沒問題 我們為民生要展報 為民生要展報 好 我交給另一位 各位建造業界的兄弟姐妹 我是立法會工程界代表 盧偉國 亦都是公務小組的主席 今天我們在立法會 今天我們在立法會示威區這裡 天氣就是烏雲密暴 淒風虎雨 這個正正是反映了建造業界目前的苦況 也都是反映了各位的心情 我今天的心情是非常之沉重 我作為公務小組的主席 我作為公務小組的主席 是設實這樣 遵從的議事規則 主持會議 希望能夠工程項目 有正當的討論 能夠順利將建議交給財委會 但是公務小組辛辛苦苦 到今天審議了大約是230億的工程 但是在財委會就大塞車 現在情況不單是大型的基建項目 受到阻撓千辛萬苦 港主要大橋的增撥和高鐵的增撥款項 才可以在財委會通過 但是正如剛才有好幾位講者都提到 昨天立法會的會議 本來是四折八個小時的會議 也都在泛民的拉布混亂之下 沒有辦法審議到120億的 高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整體撥款 編攝到很多項 七八千項的小工程 有已經進行的 有新開展的 這些工程是不能撥款的 是業界重創的 所以現在無論是大工程 中型的小型工程 無論是大公司 中型的小型的公司 無論是工程師 建築師 測量師和其他重業員 新計都受影響 所以令到好多謝大家 在今天的七豐富裔中 來到這裏表達心聲 多謝你們支持我們展報 我們要反拉布 反拉布 撐基建 撐基建 保經濟 保民心 保民心